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31岁男韩男星张根硕当年以原来是美男走红,更被称为亚洲王子,近年来却频频被拍爆肥走中模样,26日在IG放上在镜子前的自拍分享新发色,但粉丝目光却放在圆润的脸旁以及在贴身衬衫微秃的小腹,眼见快看不下去,纷纷在留言劝他, 是时候该减肥了,张根硕在衣头亚麻灰棕色发下,对比先前发色偏向黑色与棕色色系,发福的脸蛋及身材显得更加明显,平常修饰身形的直条纹衣服也遮不住肚子,读舌的网友更是在留言底下职称张根硕魏大叔,对比多年前的花美男造型,根本回不去了。 事实上,张根硕原有帅气的外形与精致的脸庞,但在去年底他曾受邀担任平昌冬季奥运大使,或许是因深入白色羽绒外套的关系,时本来就发福的他被拍到脖子失踪照。 网友相当惊讶,V型瓜子脸怎么不见了,近年来时胖时瘦的他,外形已逐渐成为话题。 张根硕在IG上传一张自拍照,圆润的脸衬衫下微秃的肚子相当明显,粉丝在留言劝他快点减肥。 翻射自张根硕IG,张根硕外形相当帅气,有逐明显的V型瓜子脸。 翻射自张根硕IG,张根硕时胖时瘦的体质经常造成话题,瓜子脸下的他五官相当立体。 翻射自张根硕IG,张根硕去年担任平昌冬季奥运大使,被拍到暴肥走中模样。 翻射自网络。